原标题,美国宣布启用为5G技术,欧洲各国太多转变,纷纷邀请华为回来近日。 据美国国交利益刊登消息称道,近一段时间,因为美国大方面挑起禁止华为的行动,使得华为现阶段根本无法正常在美国市场进行正常的运营。 同时,美国甚至还颁布法案,要求美国全境所有公司都全面禁止采购任何跟华为相关的网络设备,从而来实现对华为的新一轮攻势。 不过华为在面对美国步步紧逼的同时,直接宣布开始从美国撤离相关的产业,而且也带走了华为如今最强的技术5G网络。 有专家表示,虽然美国现在表面上5G网络打得火热,但所拥有的5G网络,只不过是为5G而已。 然而,就在美国宣布即将启用5G网络的时候,英国国内的电信运营商终于坐不住了,主动联系华为并且表示出愿意合作的意向。 而且英国国内的第二大电信运营商欧二公司,宣布将投资31英镑与和华为合作,一起在伦多构架5G网络激战,而且准备在2020年,正式启用华为5G网络。 面对英国的种种行动,欧洲部分国家对待华为的态度也开始改变,有一些国家电信运营商负责人,也开始派进工作人员联系华为,虽然没有明确表明意向,但也可以从此次行动中,看出这些国家很可能将重新站队。 另外,就在华为完成全球首个5G通话测试同时,远在一帮的美国依旧在进行最初阶段的5G数据传输事业。 不过并没有什么好消息传出。 同时,美国国内的最大电信公司APP,为了尽快实现5G网络覆盖,也开始在美国几个城市,进行小规模的5G覆盖而努力。 在APP公司构建的5G网络基站和信号频段覆盖具体数据,都对民众尽心保密,目前尚未对外公布。 正因为如此,美国电信公司的做法,直接热闹了美国民众,开始要求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介入,来对APP公司发布5G网络行为进行调查。 如今华为作为全球最顶尖网络公司,在国际上的名声也是每一连连,现在的华为5G网络技术,更是在全球独一无二,所以美国禁止华为只能说是一个十分失败的决定。 打官之前欧洲各国为了配合美国抵制华为,现在都因为5G技术而开始转变态度,分分向华为示好,希望华为能够重新来欧洲发展。 有专家表示,现阶段欧洲各国出现态度转变,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,如果美国不能解决5G技术的问题,那么,这些国家迟早还是会寻求华为的帮助,而且现在美国更是发布为5G技术令欧洲各国看不到希望,所以不得不重新站队,毕竟现在美国都无法忽视华为存在。 所以,未来欧洲各国,肯定会为了自身发展的更好,选择华为才是他们的未来希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